我爸身体一直都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心疼发作了 日年 我以后就没有父亲 你还有我 还有孩子们呢 妈妈 你不要难过 宝宝会一直陪着你的 像外公一样保护妈妈 乖宝宝 宝宝 这是你外公给妈妈的预备 妈妈现在送给你 一定要好好守着 有了他 以后不管你去哪里 妈妈都找得到你 好 外公给你的项链让我看看 好呀 宝宝宝宝回来 我们回家了 了 跑步 跑步快放我家快放我家 好我马上报警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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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能找到的啊 跑步 跑步 妈妈教我 送我出去 哎呀 这谁叫这孩子 大夫 这孩子咋样呢 撞到脑袋了 还发了一夜的高烧 再晚点送来 人都抱不住了 现在看来 以后都很难再说话了 孩子 你还记得你家在哪里呢 你爸妈叫什么名字 哎呀 翠芳 你以后可享福了 我有听说你女儿不仅考上了爱丽丝顿商学院 现在还要去云海集团实习 那可是咱京海第一财团呢 每年只有爱丽丝顿最优秀的学生 才有资格去那里实习 到那里工作过的人 那倒是前途不可限量了 好 那你妈 我回去了啊 燕斯芳女士 你女儿动手打人 麻烦你来一趟云海集团 牧人 有宝宝消息了 宝宝不是不是 是三少爷 在公司出事了 什么 三少爷 总裁交代了 让您在公司啊 公司的记忆 而且您看 真是不是太鬼了 分明是叶晨不知好歹 敢得罪咱们云海集团三少爷 就是 一个哑巴 也不知道是怎么进来的 跟他在一个学校 就已经够会了 现在让我跟他一块工作 他配一蒙菜说了 这哑巴浑身 像下一股穷酸味 我跟他洗洗干净 去去味道而已 又没对他坐下 倒是他 把我宇宙无敌帅气的脸 给抓破了 简直犯下滔天大碎 你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的确是这样 但是 叶晨他是 爱里斯顿商学院 今天的第一名 进公司实习 也是完全符合条件 可是 您先挺有事 要不 就算了 这新来的王主管 敢管三少爷 这下有好戏看了 王主管 三少爷 可是我们云海集团 未来的继承人之一 这哑巴 不过就是一个 来实习的群鬼 你怎么能 禁帮着下贱的外人说话呀 之前快做成这个样子 我 你凭什么这么欺负我的女儿 你凭什么欺负我女儿呀 我女儿呀 是受出来实习的 不是受你欺负的 这家帅人 你们得见过说法 叶晨妈妈 你放心 我一定 你不是想打我吗 来 还往这儿打 是谁 在给付我儿子 崽崽 怎么回事 你这脸怎么了 谁干的 谁干的 就是他干的 吴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 慕容夫人 三少爷 这位夜神同学 是今年爱丽丝顿的第一名 听往年要求 进入云海实习的 刚好啊 跟三少爷一个部门 可能中间 扒成一点小误会 小误会 就他 想跟我一块试试 会吃的 吴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人 都往公司招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您消息啊 这儿干什么呀 赶紧离开 你就是夜神的母亲吧 你女儿被辞退了 赶紧把她给我带回去 据我所知 夜神的成绩 在全市都是第一名 这么优秀的员工 凭什么辞退他呀 明明是他先动 凭什么辞退我们呢 笑 整个云海集团都是慕容家的 我不辞退他 难道要我辞退慕容家三少爷的 云海集团 慕容家 谁要留下实习 也可以 但是 他不能跟我一个部门 好 好 我们换个部门 等等 我话还没说完呢 想要不被辞退 倒是可以 但是你也刚刚吓了我 我要你呀 下跪道歉 我要你呀 下跪道歉 妈妈不要跪 他们亲人太深 我不实习了 我们现在就走 没关系 不如少爷就网开一面了 木有蹭蹭的干什么呢 无故就赶紧滚 好 我跪 算了算了 仔仔 我们走 快走啊 你为什么要下跪 明明错的是他们 是他们欺负我 晨晨 妈妈 没出息 妈妈 对不起你 我们仔仔呀 马上就二十二岁了 都快大四毕业了 你该懂点事了吧 听说你刚去公司实习 就又闹事了 对你弟弟包容点 他还小呢 妈 你看你都把他宠成什么样子了 三弟 以后在公司里面安分一点 这么大个人了 还要让妈去公司 给你收拾烂摊子 知道了 对了 对了 妈 我不是 马上过生日了吗 我想 请公司的新同事 一块来家里玩 好啊 人多又热闹 要是宝宝在的话 就好了 你是他的生日 听说三少爷这次 邀请全部门的人 去他的生日宴 三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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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雅吧 我生日 准时到 我有事 去不了 你这么忙 要不要我找人 给你妈也帮帮忙 真乖 三少爷 生日快乐 今天我生日 大家随时随歌 好 三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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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收拾烂摊子过来了 好的 知道了 这个车不许接 请问 谁卖费品呢 你谁啊你 这是谁啊 谁放进来的 不知道要走小门吗 居然出现在 三少的生日宴会上 真晦气 我肯定走错方向了 你是 叶晨的妈妈吧 大家都看过来啊 这位可是 爱林斯顿 今年第一名 叶晨的妈妈 大家不欢迎一下 叶晨 这个是 我看了这个 已经在记 我们这儿 也没有什么 废品要卖的 但是 也不能让你 白跑一趟 不是吗 你这样 你把这瓶水喝了 瓶子就送给你 这 喝吧 喝一个 喝 喝 喝 你看 我喝完了 我看电视上 那些 捡瓶子的 看到瓶子 都踩一脚 你这个 怎么不踩啊 大妈 你是专业的 这捡瓶子 肯定也是很厉害的吧 就是那种 先一脚踩笔 然后捡起来 要不 你给我们表演一个 捡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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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我干什么 好戏 还没结束 我这袋子够大了 不才也没事 我们和叶诚可都是同事 给个面子 表演一下 捡一个 玩玩一个 捡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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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快点 给你进行呢 你怎么不有妈的 那眼神还挺爽的 没踩呢 这不捡的挺好的吗 这也没啥好看的 你供我两个瓶子 两块钱 刚才那个 那水我喝了 你知道我买下来 叶诚他妈妈 真的好傻呀 你知不知道 你刚刚喝的水 是进口的 一瓶就有两百块 你这三块钱 连个破瓶盖都买不起 这么故意啊 笑死我了 你看看 丢死人了 还不快赶紧去救救你妈妈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我让你丢人了 对不起了 怎么样 精彩了 精彩了 走 走 走 拜拜 派对一起去上蛋糕 许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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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许葛燕 你想干什么 愣着干嘛 拦住他 拿住了 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 放开我的女儿 放开我的女儿 这咬我 今天让你好看 放开我的女儿 放开我的女儿 你不就是一个混蛋 你在干什么 你想个什么样 快咬我 快打我 你闭嘴 我现在要去收拾一下 放心 你和伯母会没事的 来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见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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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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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过来 嗯 嗯 嗯 妈 这是宝宝的同事 怎么什么人都带过来 真是太不像话了 怎么又是你 我告诉你啊 不要在我儿子面前耍手段 像你这种女人 我可见多了 妈 别动手 你啊 就是心太善 你妈呢 你妈没有教过你 什么是自尊自爱吗 你妈没有告诉过你 有些地方 你是不能去的吗 站住 我警告你 我慕容家 倒不是什么猫猫狗狗 都能随便见 你记住了 妈 你这话说得也太过笨了吧 宝宝 你这项链不见了 项链 什么项链 这是夫人年最宝贵的那条 你给我站住 说 你把项链藏哪儿了 慕容夫人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女儿手脚不干净 封了我的项链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今天在场的人 只有她进去 除了她还能有谁 赶紧把项链 给我拿出来 夫人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夫人啊 你们可不能这样啊 我女儿啊 她不可能偷你的项链的 妈 你冷静点 我觉得她不是这样的人 要不 我们再找找 我找了 到处都找过了 没有 那是宝宝送我的唯一礼物 是独一无二的 原来是慕容家 失踪多年小姐的东西 怪不得夫人这么生气 小哑巴 慕容夫人的东西 你也敢偷 叶辰 你偷什么不好 活该 在这你也是的 什么人都往家里了 小哑巴 赶紧把项链拿出来 你们凭什么经验靠偏见 就说我是小偷 我根本就没有偷 还敢脚链 动身 给我搜 你干脚链 你干脚链 都在我的领域 我发不得 妈 没有证据的事 不能这么做 放开 放开 慕容海 难道你要为了一个外人 那妈妈做对吗 那可是你小妹 送给我唯一的礼物 二哥 难道忘了 那人小妹 三月手 送给妈的项链 你还好吧 今天你要是不把项链交出 随便想走出慕容家的大门 夫人 项链找到了 打草时 落进首饰盒的假惨了 算你运气好啊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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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会这样弄暴露的 陈陈走 我的鱼配掉了 我有东西掉在后院了 那我去找一下嘛 你想说什么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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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宝 孩子 你怎么了 我们走吧 你一定 一配 已经找到了 不用找了 他们怎么还在这 管家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宝宝 以后 我不允许你把这么不三不四的人 带到家里来 听到了吗 哎呀 哎呀 我的药 我的药 你们干什么呢 没事吧 起来 抱歉 刚才的事是我妈妈和弟弟太冲动了 希望你们不要放在心上 这些钱 就当是我们的歉意 希望你们能够收下 少爷 我们家虽然请 但是我们不需要你的施舍 为什么 我会觉得很心痛 对不起妈 今天都是因为我 你才会被他们欺负的 傻孩子 妈妈也给你丢人了 晨晨啊 你今天 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 是不是慕容家 和你有什么关系 还有 你那个玉佩 你为什么不找了 你不是说 可能是你妈妈送给你的 是你最宝贵的东西啊 以后 你就是我唯一的妈妈 玉佩我不要了 妈妈我也 不找了 你 原来许倩倩 就是我们要找的小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宝宝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你是慕容夫人啊 是三少爷的妈妈啊 这块玉佩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这是我前两天刚买的 妈 怎么了 不对 这不是那块玉佩 你得仔细看看 她真的不小妹吗 宝宝的玉佩 妹妹是可有名字的 这个没用 难道刚才 夫人和三少爷 对我的态度 是因为这块玉佩 难道是认错人了 夫人 二少爷 三少爷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宝宝 你到底在哪儿啊 有了她 以后不管你去哪里 妈妈都找得到你 夫人 我捡到了一块玉佩 好 这就是当年那块玉佩啊 宝宝 一定是宝宝 是啊 今天家里都是公司的人 肯定是他们调的 老公 宝宝回来找我们了 行行行 别着急别着急 我们先把宝宝找出来啊 但是 今天家里来了这么多人 我们该如何去找 我们直接组织全公司体检 让他们一个一个对比DNA 这样就肯定能找到宝宝了 有道理 有道理 宝宝 一定要找到我的宝宝 医生 我妈怎么样了 跟我来 孩子 你还有家人吗 有吗 没有了 就我和我妈妈 你说吧 到底怎么了 你妈妈得了胃癌 已经是中晚期了 目前可以进行治疗看看 就是这个后续的治疗费用 是个无底洞啊 照你家的这个情况 我们治多少钱都治 医生 我求求你了 我只有妈妈了 提甲 叶辰她妈妈住院了 听说是胃癌 现在在到处筹钱呢 走 关心关心小雅吧 好 小雅妈 缺钱 怎么不跟我说呢 一小时 五万 给我当女佣 怎么样 真的吗 当然 我这么有钱 骗你干嘛 一言为定 真好骗 孙少爷 这不是之前 被丢出来的小偷吗 怎么又把她带回来了 怎么 不想给你妈致命 你怎么又把她带来了 这不是家里刚好 离职了一个女佣吗 我想着 刚好一个公司 让她试试 咱们家的女佣 是什么人都能干的吗 我觉得叶辰 挺好的呀 再说了 她那个妈住院 也需要钱 就让她挣去吧 哎呀妈 行行行 好 我警告你啊 你可别给我耍什么花招 那我就带她走了 走 走啊 走 来人 把她刚刚经过的地方 全都消毒 谁知道她妈得的什么病 万一传染怎么办 蠢死了 这个事做不好 小雅吧 你今天 要是走出这个门 你的钱 你就别想拿了 你是故意找我麻烦 对呀 我就是故意 要是受不了 你可以现在就走 但是你妈 这只有死我 小子 难买 你在干什么 妈 原来 你是来供应我儿子的 离我儿子远一点 不是这样的 是他故意刁难我 看不懂你在比划什么 赶紧给我出去 嗨 狡辩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们慕容家 容不下你这种人 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 还要冤枉我 你那个妈没有教会你说话 你挂来挂去 谁看来 啊 是他 是他 是我妈 你要害死我儿子 还不会游泳 还不愧是叫人 还不愧是叫人 赶紧 快来人 他 他 快来人 他 他 又有神妈妈也不活了 他 他 那妈妈也最爱宝宝 好吗 妈妈 因为检测节奏 让我出来 是谁 是 是谁 是谁你快说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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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是谁 他关在谁 干嘛 宝宝呢 宝宝在哪 都怪我 是我害死了宝宝 你冷静 到底怎么回事 都是我的错 小姐溺水了 夫人哈尔少 已经送他去医院了 那赶紧去医院呢 宝宝 吴经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人 都往公司招啊 你妈呢 你妈没有教过你 什么是自尊自爱吗 你妈没有告诉过你 有些地方 你是不能去的吗 我这都看了些什么呀 宝宝 妈妈错了 宝宝 妈妈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妈妈一次机会 你醒过来 妈妈可以把命都给你 宝宝 求你快醒 谢谢宝宝 宝宝宝 到底怎么了 我对了些宝宝 我让人 在嫌疑下想欺负他 陪他回家 让他做我的女佣 才会导致他溺水 溺水 还是为了我 你说什么 大哥 我交付了 你杀了我 我 我不是人 我真想给你一巴掌 大哥 我本来可以阻止他 是我们 是我们孩子妹妹 瑞妮 她怎么不醒呢 她是不是因为我 我就做了太多的事情 她不愿意原谅我 所以她才不醒呢 求你醒过来 醒一醒 宝宝 陌龙夫人 病人需要静养 您需要安静一些 好 好 我安静 妈妈安静 妈妈安静 你就醒过来 好不好 宝宝 陌龙夫人 其实 您要是多能说一些 你们母弟俩之前 美好的这些回忆 可能陌龙小姐 会醒得更快一些 不行 她万一醒来了 她不原谅我怎么办 没事啊 宝宝 不会有事的 瑞妮 我要见她阳墓 好 崔峰 哎 你姑娘不说让你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吗 哎 你住院这段啊 可把叶晨急死了 你得的什么病啊 她就是瞎说 小毛病 又未闲不住啊 这大家一呆的吧 这毛是瘦 我就说嘛 那你这 不是 崔峰 这这咋的 这这什么人呢 这都是啊 哎呀 崔峰这是惹着谁了 这太吓人了 这 不清楚啊 你说崔峰老叔本分的 他能得罪谁啊 就是啊 哎呀 崔峰夫人 我女儿出什么事了吗 崔峰夫人 你家有钱有事的 我女儿啊 那可是我的命根子呀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不不不 我就是想去 她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去看看 就这了 就这了 家里也没啥呢 只能拿这个招待你的 这双鞋 我见她穿过 那个叶晨这孩子啊 从小啊 她就懂事 这双鞋啊 她都穿了好多年了 也不舍得换 我就给她换一双新的吧 她说 挣钱都不容易 也没换 哎呀 下雨天啊 她都穿来了 那个脚啊 都泡白了 我这不正想 偷偷给她换一双吗 别别别 你这是干啥呀 别过去 叶大姐 叶晨 她是我的女儿 她是我的女儿 别别过去 快起来 叶大姐 谢谢你这么多年 照顾我的宝宝 叶晨以前的名字 叫慕容宝宝 在她四岁的那一年 我把她搞丢了 我们找了她这么多年 到今天我才知道 她就是我的宝宝 可在那之前 我对她 太不好了 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羞辱她欺负她 我对不起她 叶大姐 宝宝这么多年 她都经历了些什么 她以前是会说话的 而且她的声音 特别好听 尤其是叫妈妈的时候 声音真的特别甜 哎呀 我发现她的时候啊 她要用一个麻袋装着 在个垃圾厂里头啊 那天气啊 那么的冷 孩子穿的那么薄 我给她送到医院的时候吧 她都已经耽误了 谢谢 叶大姐 谢谢你 是你救了宝宝 如果没有你 也许我的宝宝她就 我呀 也没啥能耐 她是个驼背 又是个半侠子 叶辰啊 我受了那么多年的苦 没事想你说 她是千金大小姐 跟我遭了那么多年的罪 叶大姐 你是宝宝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慕容家的救命恩人 我当时捡到辰辰的时候吧 我就拿她当我的亲姑娘一个样儿 谢谢啥呀 谢谢 你是真的对她好 来人 对 来人 对 叶大姐 出来的匆忙 也没有太多的准备 这些 你先拿着 感谢你这么多年 对宝宝的照顾 我知道 你一个人待她应该也很辛苦 楚明珠 你这什么意思 这些钱的我不能要 你赶紧拿走 拿走 不 我 我知道 这有点少 可是 我日后会不给你的 楚明珠 你拿我叶辰芳当什么人呢 我把辰辰拉着大 我 我就是想有个闺女 像亲姑娘一样啊 我 我不要这些 叶大姐 你是真心对她好的 慕容夫人啊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只要辰辰她同意啊 她随时都可以回家 慕容夫人 你跟辰辰说了 她是你亲生女儿吗 之前呢 你们对她这么不好 还有那么多的矛盾 我就怕她呀 一时接受不了 如果你们现在有什么隔阂呀 你别逼她 晨晨她 是个善良的孩子 她懂事 只要你们对她好啊 她会忘记那些 她会忘记 晨晨能有你这么通情达理的母亲 她一定舍得 她一定会醒过来的 什么醒过来 晨晨怎么了 什么叫醒过来呀 怎么回事啊 晨晨她怎么了 夫人 董事长说 小姐醒过来 好 醒了 你 我 我 我不是话了 宝宝 你这属于后天事实 医生刚刚治疗后嘱咐说 你只要好好休养 很快就能像以前一样发生了 宝宝 宝宝 是我呀 我是大哥 他是二哥 我们都是你哥哥呀 你们搞错了 你们搞错了 你们是不是你们 我妈妈叫叶翠芳 家里就是收垃圾的 而且 我也没有哥哥 慕容宝宝 你给我过来 对你妹妹做了什么 向她道歉 宝宝 是我 哥哥 宝宝 我知道错了 我以前在公司 照着自己身份 我胡作非为 我不请伤害了你 我 我 哥哥知道错了 哥哥再也不会 伤害任何人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宝宝 你原谅我好不好 宝宝 你原谅哥哥 好了 我们先出去吧 让宝宝好好休息 宝宝 你 你们怎么在外面 不是说宝宝醒了吗 也不说进去看看 你们也是 她不想认我吗 谁也不想见 叶大姐 宝宝平时最喜欢你了 要不 您进去劝劝她 她要是有什么气 你就让她撒出来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您 就是宝宝的养母 对 她是叶大姐 宝宝就是她带大的 哦 叶大姐 就拜托了 叶大姐 对不起 宝宝 是我们欠你的 妈妈 真的 说话了 你终于可以说话了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 我这不是做梦吧 你再说几句 你再说几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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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什么时候 能叫咱们一声 妈妈 哎 宝宝 妈妈 哎 宝宝 妈 以前宝宝 最离不开 妈妈了 妈 我想回家 不行 孩子 你现在还没回复好呢 你得多住几天啊 没有 我已经好了 我都可以下场外公了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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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下地呢 宝宝 我不叫什么宝宝 还有 这女佣 我以后不做了 宝宝 工资就抵医药费吧 妈 我想回家 这里带着怪难受的 妈 我们回家吧 好 妈听你的 快快快 宝宝上学了 我又迟到了 哎 哎 怎么回事 等会儿 不好意思啊 大姐 你没受伤吧 你这垃圾是要扔吗 我正好要去垃圾站 我帮你扔吧 还不快把人扶起来 宝宝 你还没吃早饭吧 来 这是我亲手做的 你趁热 不用了阿姨 我吃过了 没事没事 那你就尝尝 尝两口 你小手可爱吃了 来 阿姨 你真的不要这样 我吃过了 而且你这样真的很浪费时间 今天是我的休息日 你回去吧 哎 不是 还跟着小叫 给 一会儿宝宝饿了怎么办 晨晨来了 又来帮你妈干活来了 张阿姨好 阿姨你也辛苦了 你咋来了 可是学生没来 这给我咋呢 妈 我今天休息 我来帮你干活 宝宝 我叫公司附近 有一家特别好车餐厅 中午 哥哥带你去 走吧 别愣着了 哎 你还给我 你真的很讨厌 你们全家都很讨厌 你能不能别再跟着我了 哎 宝宝 又是叶晨 宝宝 赞哨 别拦着我 宝宝 你又不喜欢吃 我带你去你选店里吃 三少爷跟叶晨在一起待了一个多月啊 听说追了一个月 一个好脸色都没给过 叶晨好牛啊 三少爷都变成了甜狗 你去哪里 那个时间 莫莫咋叫我告诉你 如果你再就唱了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谢谢 走 走 哎呦 啊 三少爷不喜欢你这种货色 以后 不然就不是一盆水这么简单的了 不然就不是一盆水这么简单的了 有本事你去不慕容宅宅 让他们也再来传着我 我不会报告你的 宝宝 宝宝 没事吧宝宝 没事 让开 三少爷就这么喜欢叶晨这种人吗 你之前不是 闭嘴 那妖妖就再敢欺负她 我让你在公司待会下去 你不要一样 宝宝 公司以后 要再让人欺负你的话 你不也一样吗 你比他们更过分 让开 三少 她根本不配 这不信 慕容夫人会让叶晨是女人进慕容家的门 喂妈 你不回来吃饭呀 嗯 好 那你注意安全 早点回家 嘿 宝宝 你下班了 你一个人吃饭 那你跟妈妈回家吧 人都吃饭热闹 哎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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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特别特别想你 妈妈没有一天不想你的宝宝 妈妈每天做梦都会梦到你 还有哥哥 还有爸爸 他们都很想你 宝宝 就跟妈妈一起吃顿饭 就一顿 妈妈保证 吃完饭 妈妈马上给你送回来 好吗 要是你不想看见你三哥 我就不让他回来了 行不行 好吧 好好好 跟妈回家 好 快快快 宝宝回来了 宝宝回来了 宝宝 管家 夫人 赶紧让厨房 准备晚餐 不不不 准备食材 我要亲自下厨 宝宝呢 宝宝呢 人呢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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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就好啊 宝宝 来 快尝尝这个可乐鸡吃 你小的时候啊 最喜欢吃了 快尝尝 看看妈妈的手艺 有没有变 宝宝 你吃这个 你看看你多瘦啊 你得多吃点肉啊 来 多吃点这个 对 吃点肉 还有这个 我吃好了 我吃好了 我 你怎么就是这么点啊 我得回去了 宝宝 你看外面天都黑了 你现在回去多危险啊 不行 我要走了 宝宝 要不这样 妈妈一会儿 亲自送你回去 妈妈那有个礼物 准备了好久了 你跟妈妈回房间 去看看好不好 去吧 你们上去吧 吃了吗 吃了吗 你快看 这是你以前住的房间 妈妈每天都打扫 你快看看 有没有哪里不一样的 我早就不知道了 没事 那就随便看看 这是你以前最喜欢的鞋子 可惜现在穿不了了 小了 不过没事 你爸爸把这品牌收够了 以后啊 以后你想穿多少双都有 还有这个 这是妈妈给你买的裙子 你快看 就是 你比妈妈想象的高了一些 买小了 不过没事 妈妈回头再给你买新的 还有那个娃娃 这个娃娃呀 你以前最喜欢了 你干什么都抱着 睡觉也要抱着 后来有一天 你爸爸说 这娃娃 会变成妖怪吃小朋友 把你吓得娃娃大哭 你还踢了你爸爸一脚 好几天都没有理你爸爸 你还给了他一脚呢 你还来找我告状呢 我刚走了 宝宝 你 你再陪陪妈妈好不好 我刚走了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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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犯了错 可是 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给我一个酥脆的机会 宝宝 妈妈不是不让你走 妈妈只是想让你 都来陪我几天好吗 妈妈 我再也不要你爸爸了 那爸爸 是会伤心的 那就让他伤心吧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想快抱 我就做妈妈的乖宝宝 宝宝最爱妈妈了 好 那妈妈也最爱宝宝 好吗 嘿 就几天 就几天 就几天好吗 宝宝 宝宝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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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进来吧 这个房间自从你离开以后啊 就再也没有变过了 每次我们想你的时候呢 就会进来转转 宝宝 宝宝 你能留下来我们真的很开心 我只是在这里住两天 还是要回去的 没事的 慢慢来吧 宝宝 我带你去买东西吧 好 走 宝宝 先生 请问您看点什么 宝宝 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我 我真的没有什么想买的 把你们店里所有适合她的东西都包起来 我全要了 全部 不 我们真的不要 我们真的不要 宝宝 这算不了什么 我家少爷说全包了 还不快去 好 请稍等 宝宝 好 这没什么样的戏的 这些本就来说没东西 欢迎下次光临 最后还不是要的 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哥再去给你买给你 你不用不要 我没有什么想要的了 你不用替哥省气 这整个商场都是慕容家的 你们再去给小姐买点东西吧 哎哎等等 怎么了 哎 他们怎么都看着我呀 这 你看前面那家店 走 我们慢慢去 不用了 我已经买得够多了 我真的不要了 这怎么能够呢 宝宝 你真的不用替哥省气呢 就算你要天上的心想 贝贝也买得起 这不是叶晨吗 怎么会和二少在一起 而且二少居然喊戏成宝宝 天哪 晚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行吗 我在陪妹妹逛街呢 可以 明天要你的面 知道 好不好 好不好 哥哥这边有急事要回去处理 你自己一个人可以 我没事的 你去吧 你们留下陪小姐 不用不用 我自己一个人关都可以了 好不好 这是全球限量十张的VI基金 想买什么自己去刷就行 谢谢 以后不要和哥哥说谢谢 知道吗 你好 这些东西我都不是很需要 请问我可以退货吗 退不了 这些都越多越全新的 而且发配也在 我人都没出商场 为什么退不了 像你这种败金女啊 我见多了 居然有点来退货 你再不说什么 听不懂人话吗 我们店 可是全球顶级的奢侈品品牌 没有人会来退货的 我只知道产品卖出去 三天之内是可以退货的 你懂你不是说吗 我懂不懂 也不影响我退货呀 别在这里挑事 否则我就叫保安了 走走走 哎 干什么呀 发生什么事了 店长 这里有人恶意退货 恶意退货 这些东西都是全新的 发票也在 我怎么就能退货了 小姐啊 是这样的 买东西啊是因为喜欢才买的对吧 您这样连试都没试 就退货不太合适吧 要不然这样 您先拿回去试一试 如果真的是不喜欢啊 再回来退货也不迟啊 可 可是这些东西都太贵了 我还是想退 别装了小姐 别在这里又当励力了 你 我们店只有珍贵的VIC客户才可以追货 你是吗 不是的话就赶紧滚吧 VIC 就是给我的那张卡吗 那如果我能拿出VIC那张卡呢 这里可是云海集团的商场 你怎么可能是VIC 我这辈子最讨厌你这种出卖色相 怎么不甘心钱的人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我要告你嘴报 你没干嘛没了是吧 有晚上你能去告啊 你怎么会有这张卡 这张卡绝对是假的店长 有人用假卡 现在就报警再把他拥救拉黑 这就是你们顶舌品牌带人的态度吗 真是大看野气 导人魅口呀 这卡是真的 而且是全球限量的实际特权卡 对不起啊小姐 要不然您先休息一下 您要办理什么或者是退货 我这就给您办理 对不起小姐 是我有眼无珠了 请您千万不要跟我一般寄账啊 那我现在可以退货了吧 您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没有下次了 蠢货 你这愣得罪谁了吗 慕容家的人你也敢惹 慕容家 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啊 以后不用再来看班了 店长 店长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再给我一次欣慰吗 店长 我真的不知道 真理想是这样的人 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你等着 给你进口去看你的真面 宝宝呢 快让他下来 过来吃水果 刚刚进口回了车里子 妈 宝宝跟二哥 出去逛商场了 还没回呢 瞧我这脑袋 我给忘了 没事 没事 妈 你说我以前 是不是太坏了 老是给家里惹麻烦 这一次要不是因为是我 ,宝宝也不会不接受我 不光是你 我也有错 以前的我呀 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忽略了别人的感受 从今天开始 我也要干 我要 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思考问题 都对别人好一点 要不 我们相互监督 好 咱们会上监督 夫人 三少爷 于小爷回来了 阿鱼 小鱼 小鱼回来了 爸 嗯 对了 楚瑜啊 我已经决定 让你和他们家联姻 下个月就举办婚礼 为什么 我不愿意 我是你爸 就得听我的 你是想把我赶出家 赶出楚家 你想把所有财产 都留给楚明珠 我给你的还少嘛 你嫁的地方是有点远 但是那也是去做父太太 和你姐姐是一样的 啊 我不用 我要留在京海 留在楚家 我的能力比楚明珠强 为什么她既可以 嫁给云海集团继承人 孟瑞年 还可以管理楚家的产业 因为你只是我的私生女 一切就不等你 没想到吧 楚明珠 我又回来了 姐 你说宝宝回来了 啊 是啊 过了十多年 终于把宝宝找回来了 那 她在哪儿呀 快让我见见 这么多年了 我也挺惦记她的 二哥呀 带她去商场买东西了 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了 姐 那宝宝的亲子坚定你做了吗 可别认错了 阿鱼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还能认错吗 哎呀不是 我这不想着谨慎一点好吗 是我错了 是我想多了 宝宝回来了 我这个做小姨的也开心呀 阿鱼 你家王家受了不少委屈 现在好不容易离婚了 你就安心住在这儿 这儿就是你的家 千万别客气 谢谢姐 宝宝 你回来了 你二哥不是带你去买东西吗 怎么两手空空的 我没有什么想要的 就不让你想 没事没事 来 妈妈洗了水果 快来吃水果 来 哦 那是你小姨 你还记得吗 宝宝你怎么了 宝宝 宝宝 我给你叫医生吧 怎么了宝宝 妈妈给你叫医生 哎 宝宝 妈妈给你叫医生吧 宝宝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有点不舒服 我先上楼了 哎 宝宝 宝宝 对不起你 宅宅 你这是干嘛的 二哥 我 我想看看宝宝 你也不是不知道 宝宝他 现在不愿意接你 要不这样吧 你先回去 有机会的话 我会跟宝宝说说的 不 我还想着宝宝 你们 在干什么 大哥 宝宝今天身体不是不舒服 我特地过来看看 今天太晚了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宝宝休息了 特别是你 你少出现在他的面前 宝宝 我们欠你的太多了 夫人 你看这件怎么样 这件呢 您看看这件呢 就它了 让设计师 按照宝宝小姐的尺寸 改好了 赶紧送过来 且对宝宝可真好 这件高定 一看就价值不分 那当然了 宝宝 可是我们家的小公主 自然要成最好 这次宴会 我请了海城所有世家 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的宝宝回来了 是该这样的 宝宝 这有点习惯吗 这个是妈特意为你挑的地服 你看喜不喜欢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宝宝 妈做梦都想要你穿上 她为你挑的地服 你就随着她的行为吧 听熟了吗 慕容家失踪多年的小姐 慕容宝宝 找到了 真的吗 只想看看 这位神秘的小姐 长什么样啊 如果我能和慕容宝宝 成为好朋友的话 哥 宝宝 还没有完全接受我们 你说她 到底会回来这个人 我昨天把礼服给她 我相信她会来 她还需要时间接受 我们不要逼她 叶晨 哎 那是谁啊 以前的我没见过 好美啊 是啊 哎 这到底是哪家的千金大小姐啊 该不会是慕容家哪位少爷的女朋友吧 不对啊 圈子里的千金我们应该都见过的 她居然敢出现在这里 宝宝 听真好看 哎 你看 三少爷还和她主动说话了 她竟然还不搭理三少爷 我听说这三少爷 可是从来不和任何千金来往的 嗯 二少爷啊 二少爷也过去了 我想去忙了 哎 大少爷 大少爷也过去了 爸爸 这衣服真适合你 好想听听咱们在聊什么 怎么不得笑啊 宝宝 一会跟我走就好了 跟我走 是我 我感觉这里闷闷的 我想出去透口气 我们待会再过来吧 你一个人缓一缓 她到底什么身份啊 福利精 叶晨 你怎么在这儿 捡垃圾的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吗 嗓子治好了耳朵又聋了是吧 放开我 叶晨 你以为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 就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别做梦了 你在说什么啊 还装是吧 大家都来看呐 这个女人 脚踩两只船 同时吊着二少爷和三少爷 居然还有脸来参加给慕容小爷举办的宴会 我告诉你 徐先生 你说这些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可是有证据的 我已经把照片发到你们每个人的手机上了 不是吧 真没想到是这样的人 长得倒怪好看的 真恶心 赶紧让慕容夫人把她赶出去 你都怪我 还妄想进慕容家的门 我就是要揭穿你 让三少爷知道你有多么讨厌 三少 你一直都被蒙骗了 这个女人她背着你和二少爷一起 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 你给我闭嘴 三少 为什么 你就这么喜欢她吗 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你 我母 这不知廉耻的女人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她就是我慕容家失散多年的女儿 慕容宝宝 从今往后 谁要是让她受了半点委屈 就是跟我慕容家作对 你是慕容宝宝 我也不知道啊 我要是知道她是慕容宝宝的话 我就不会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慕容夫人 这是小女许倩倩 小女不懂事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原来是许家呀 慕容夫人 我错了 我要是知道 叶辰小姐就是慕容宝宝小姐的话 我就不会 快闭嘴吧 还嫌不过丢人吗 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慕容夫人 这小女行为不断 任凭您处置啊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慕容家 拒绝与许家的所有商业合作 慕容夫人 还有你 明天 就不必来云海集团上班了 慕容夫人 我要开除 你 许家全都被你给毁了呀 诶 管家 喂 把这两个人 给我请出去 对吗 宝宝 宝宝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他们都在屋里等着你呢 我可能不太适应这样的环境 妈妈知道 你是跟他们生气了 没事 妈妈已经惩罚他们了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问题 是 我想回家了 宝宝 是不是妈妈哪做错了 你告诉妈妈 妈妈改 你别离开妈妈好吗 别走 你陪陪妈妈 不要离开妈妈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我妈妈还生病 我需要现在就要走了 而且我需要回去照顾她 宝宝 瑞妮 宝宝她还是不肯原谅我 她还是要回到她羊母身边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不是宝宝找回来了吗 姐宝宝是不是被那个羊母给带坏了呀 你想啊 宝宝跟着她那个穷羊母过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 想转变过来没那么简单 那怎么办 我觉得呀 是你们给那个羊母的钱不够多 她不让宝宝认你们 不应该啊 怎么不会 宝宝最听叶翠芳的话了 我觉得呀 说不定宝宝当年 不是被捡走的 是被拐走的 后来发现 宝宝是个哑巴 就留在身边 当宝母养 还有什么资格养育我们的宝宝 我们才是宝宝的亲生父母 我们能给宝宝最好的生活 她那个宝宝什么 把她赶出近海 永远见不到宝宝 宝宝 你就不能再多住两天吗 怎么不会 她最听那个叶翠芳的话了 她有什么资格养育我们的宝宝 我们才是宝宝的亲生父母 我们能给宝宝最好的生活 她能给宝宝什么 把她赶出近海 永远见不到宝宝 上海 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好说的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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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我们就不要一直逼她了 瑞年 宝宝什么时候才能接受我们 好好 我想想办法 宝宝 她肯定是因为我才 夫人 您这样每天跟着小姐 也不是办法呀 她不愿意见我 我能这样看看她 也是好的 小姐明明就是我们慕容家的人 夫人 我看啊 还是阿玉小姐说的对 那个叶翠芳 她根本就是不想让小姐回来 我会让她知道 我们慕容家 不是好惹的 哼 叶大姐 什么时候啊 奶奶上午会儿呢 我们今天特意来找你 我想 我之前的态度 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希望你也不要让我为难 慕容夫人 你这是 是什么意思啊 宝宝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叶大姐 我们今天来找你啊 我想你也明白我什么意思 我们不希望 宝宝继续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下去 也希望你以后 不要阻挠我们和宝宝之间的关系 慕容先生 你说这话 我没听懂 是 我们家的条件呢 比不上你们家 但是 叶翠呢 那可是我 合着老命把他拉扯大的呀 我知道 宝宝是你带大的 我们很感激你 所以 你开个价 无论多少钱 我们都愿意承受 这钱 够你在任何地方过一辈子 只要你离开小姐 就是你的 我叶翠发说人穷 但我不是那种外女儿的人 你们 难过叶翠不认你们 你 你们都听我爸 你们流氓 叶翠发 你要注意你的言辞 慕容宝宝 是我的女儿 是你女儿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叶大姐 你仔细想一想 你你现在的条件 以后 无论是宝宝的婚姻 事业 还有生活 你能给什么帮助 你只会拖她的后腿 你不能 所以 只有你现在离开她 才是真的帮她呀 那叶翠发 那叶翠发 那也是我的女儿啊 你们就这么把她带走了 那我也舍不得 叶翠发 你不要比我 这样的环境 给不了宝宝未来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赶出海城去 来人 给她一笔钱 你们干什么 把她赶不乱成 放开我 把她永远不要再回来 干什么呀你们妈 流氓 放开我 放开我 那哥哥下次再来看你 放开我 妈 妈 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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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你没事吧 你有没有伤到哪里 我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 你们还是人吗 我我我 我闭嘴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都不能再原谅你了 还有 我这夜生 我叫什么慕容宝宝 宝宝 我们也是为了你 闭嘴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再敢骚扰我们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要 你们见到我 妈 我们走 宝宝 走 放开 大方 你们也太冲动了吧 呀 怎么了姐 那个叶翠芳 太难搞了 我看宝宝呀 完全是被她洗脑了 既然这样 我们得想个新的办法 把宝宝夺回来 起 先上楼吧 叫人去把叶翠芳那辆收垃圾的三轮车给我砸了 记住 是慕容家的人叫你去的 干好吧 给你加钱 我看你们一家人还怎么和和睦睦 给我走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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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手 咱们无言无仇的皮肉打我的车呀 那 让你死个冰卫 告诉你啊 慕容家 不想让你在海城继续待下去了 你说你啊 一个臭姐婆烂的 啊 给我记住了 离慕容家亲戚大小姐远一点 让不然 这不是搭车这么简单啊 这谁是我的女儿 你们搭不走的 这有不吃吃罚酒是吧 啊 你不搭 干什么 干什么呀你不搭 你不搭 干什么呢 你们在干什么 你还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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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当我妈 哎别跑 别跑 妈妈 哎呦 姑娘啊 你可要小心哪 那个慕容家呀 果然没按什么好心哪 好妈 我们先去走 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啊 跑什么场 你们骗什么打我妈妈 一个捡垃圾的 打了就打了 你想怎么样啊 你 我看呀 你根本就是被那个杨伟带坏了 根本不配到慕容家的种 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不能成为慕容家的人 我嫌恶心 夏依 刚刚是谁回来了 呃 不认识 我妈走了 我还以为是宝宝回来了 哎呀 宝宝心里有个结 我们给她点时间 这段时间 咱们就不要去打扰她了 好 我觉得小姨有问题 什么问题 我怀疑 她在故意激化爸妈和宝宝的矛盾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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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去找宝宝 我会去不见她 你知道的 宝宝现在不愿意见你 还是我去吧 让小海去比较合适 宝宝 你们把我妈打成那样 还有脸来见我 宝宝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路上的人都已经看到了 你们还狡辩 我再也想看到你们了 宝宝 看来这里面有人在搞鬼 闺女啊 刚才找你的是慕容家的人吗 妈 你放心 我又再不会去慕容家了 你二哥呀 他是个好人 你平时啊 可以跟他多来往一下 而且我听你说呀 你二哥呀 应该不知道是慕容家撒我的车 难道真的不是他们做的 如果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 而且小姨他 还是以前的料 只要把这个药骗他吃下去 他必死无理 爸 就因为我是私生女 你就把继承权和所有财产 都给楚明珠 明明他样样都不如我 只要楚老英在你死 我就会联合董事会 保你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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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怎么样 处于这些年的个人账户 果然有问题 姐 喝杯咖啡 好 等等 这咖啡不能喝 宝宝怎么回事啊 一回来就吓人 行了行了 别吓到宝宝 宝宝 这咖啡为什么不能喝呀 小姨在里面下了毒 阿宇 这怎么回事 姐我怎么知道呀 宝宝话可不能乱说 小姨是哪里惹到你了吗 我都看到了 那你敢把这杯咖啡喝了吗 宝宝我还没出嫁的时候 就给你妈泡咖啡了 再说了她是我姐 我怎么可能下毒 宝宝 你小姨不会害我的 没事啊 有没有事 你喝了不就知道了吗 姐 怎么 你不敢啊 好 我不喝 我喝完了 满意了吗 幸好 还没来得及风 好了好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别伤了和气 怎么可能明明都看到了 宝宝 做事情 要想规则的 小姨这次呢 可以瞅着你 下次 可就不一定了 证据在我这里 小姨 你藏了个真神 我还以为什么呢 我不过就是 资金周转不灵了 所以 挪了点钱用而已 姐 姐夫 你们就这么容不下我吗 阿云 宝宝说 你在咖啡里下了毒 这是真的吗 姐 怎么可能 你是我亲姐姐 别听她胡说 再说了 她还不是储家人 你还在狡辩 要不是宝宝和阿云发现你不对劲 我们一家人 都被你害得家破人亡了 姐夫 姐 我从来没给你们争过什么 我就犯了这一次错误 你们原谅我 你们原谅我 姐 爸已经不在了 我就剩你这么一个依靠了 你原谅我 你确定 你不是她给你孤仇了 十八年前 你满凶杀人 在外公的葬礼上 勾结外人把我给绑走 以为帮我给打死了 结果把我扔到垃圾 占领我 不但没死 还被我妈给救了 就是因为四岁的时候 我不小心看到你勾结外人 谋坏外公 你 小姨 当年外公偏心妈妈的确是外公不对 但是你也不能把外公给杀了呀 你跟我说无凭 你诬蔑我 好呀 我诬蔑你 那就松松看 你想想有没有那个毒药 我来 你们干什么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果然是你 是你害得把我离开了我们 小姨 你藏的可真深 来人 把你给我送去 生吃衣服 你们就没有错吗 自己的孩子管不住 还有脸怪我 凭什么 凭什么都是爸爸亲生的 爸爸去吧 最好都留给了你们 不不不不 凭什么我是阿鱼 我是那个多鱼的 我不不不 带她走 你们 你们都该死 小蛋 小蛋 崔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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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事吧 都怪我 都怪我 妈 晨晨来了 是不是快放年假了 是啊 我已经转胜了 而且还拿了年终奖呢 对了嘛 看你这么高兴的样子 是发生什么了吗 是啊 刚才呀 护士跟我说了 我这个癌症啊 已经控制住了 还跟我说了 只要啊 平时注意晨晨 那个二次吃药 你看不能复发的 真的吗 太好了 多亏你的哥哥们哪 给我找到最好的女生 我呀 是找我家晨晨的福气了 晨晨啊 你看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看你啊 今天过年呢 就回家过去了 好 是宝宝来了 宝宝 快进来 正等你们呢 快坐 快坐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今天是大年夜 咱们吃团圆饭 吃了这顿团圆饭 咱们就团团圆圆 以后再也不分开 啊 是 是 是 妈 新年快乐 嗯 好 好 好 新年快乐 嗯 新年快乐 嗯 那我们一块干杯 好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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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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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